对一个文学作品的了解呢 只有两条路径 我觉得没有第三条 一条就是作品本身 另外一条就是作者本人 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一个个人的 一种情感的一种投射 小松左经的这个 作为一个个人来说 实际上他是 这个生活在一个时代的 一个很大的漩涡当中 因为这本书呢 是1973年开始起的 1973年的前三年的 正好是他所在的这个地区 大阪万博召开 也就是说展示国家 展示未来的世界 所以他曾经还去 对他还去到那大阪万博去打工 就是他自己很渲染 但是到了1973年的世界上 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那中东战争吗 然后石油危机呢 一下使这个油价涨了两倍之多 那么在73年的那个时候呢 整个世界的经济一下下来了 日本的生产值在当时的估算是 整个下降了20%左右 那么这样以后呢 就好像说 一下子就变成了 对于原来刚刚前不久 对于世界充满了这种 光彩炫目的这种幻想 结果呢 一抹身坏了 连那个手指都买不着了 就是这个落差 使得当时就是日本的这种叫这个科幻小说 一下子发达起来了 其实还不止这个小松 左经一个人 包括后来这个就是写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短小说 这个星星一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人 对 日本沉默现在 就是这一版出来以后 在国内这个反响就在你的周围 包括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我想先了解一下 日本沉默这个的话 其实在国内已经出过很多版 最早的一个版本 我记得70年代的时候 当时是好像作为一个内部的读物 还不是一个 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然后当时是说出的时候 是做了一些删结 把里面的很多 可能就是偏技术性的描写 然后后来的话 按我的了解 大概要到90年代的时候 然后好像是《科幻世界》出了一版 然后在后面应该是 《果卖》还是哪一家 又出了一个就是全本的 把原来删结的那种给加强 然后后来现在的话 最新的一个版本 应该是逸琳出的这一版 应该销量还是蛮好的 我看就是周围有不少人在 看这样的版本 包括这一次的电视剧 然后去年的那个动画片出来之后 也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 应该说就是作为一个70年代的小说 到今天还能有这样的一个热度 应该说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书的一开始的 他的这个启发点 实际上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是一种战争的体验 就是准战争 因为他自己没有碰到战争 但是是一片荒废 而是从这个角度来下来的 而且呢 我觉得小松呢 他的这个个人 为什么他的视觉感很强 你看他描写的画面 写的还很生动 实际上是跟他从小画漫画是有关系的 对 他从小 就在他二儿子说的这么一件事 他小的时候画过这个漫画 然后呢 他画漫画的时候 因为特别崇拜着手种志从 因为手种志从比他大三岁 然后画完了以后呢 当时啊 他在的时候 他小学的时候 还是日本 日本还是被美军控制的 就是GHQ当时战顶军 然后他画完了以后呢 还出版了 他出版是就是手绘的 然后他一直就没找着 而且是在 也就是在前不久的时候 居然在美国找到了 就是美国GHQ 就把一些胡椒拿回去 发现了当时 而且呢 这个资料现在变得非常珍贵 是为什么珍贵呢 日本沉默的原型 就在他少年的时候 画的那个漫画里边存在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大的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一个作家 和他个人经历太重要了 可以这么说 日本沉默实际上是 小松左京的一个少年 他这有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童子宫 他是来自于这个状态 70年代 他是从国家的命运 到了现在 前不久的那个动漫的片子 包括现在这个连续剧 他基本上从国家的命运 我觉得他开始 往人的命运上去写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您觉得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呢 这个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和日本的国力 我觉得和现在日本的国力 以及对政府的期待值 逐渐下降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你看他现在这个 新的这个连续剧 他就会编出 你看主人公和原来的妻子 还有个女儿 完了以后 就就实际上这场靠 你发现没有 对啊 所以其实现在感觉就是连续剧 和原著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看到这个电视剧觉得 特别是什么 就是特别第七集第八集那边 就是拿日本的企业和 世界的各国政府在交换 嗯就相当于我把企业给你 然后你接受我多少多少难免 你就觉得已经变成了一个 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争执喜剧的一种感觉 对对 嗯就是呃 就就特别像原著当中 其实也不是没有提到这样的内容 嗯 但是他主要的话 他没有占那么大的篇幅 对 但是反而在电视剧里面 可能是把这个东西 作为了一个重点来做出 是是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你觉得也是也是体现日本 最近几年的国力衰弱吗 对的呃 我觉得特别像 这个就仿佛日本天皇的面孔 你看日本明治的时候 那个天皇窝窝大呼塞 眼窝很深 你发现没有 对对对 到了大政天皇的时候 也还可以 但大政天皇是死的比较早 他比较年轻 嗯 然后呢 就到了昭和天皇 你看昭和最后都腰都弯下来了 在麦根阿瑟面前 你看他显得那种 那个沟楼的那样子 有没有 对对对对 你到了这个平成天皇 那就是就是 就是那种好好君子 是不是 对对 很弱 现在就是完全学者的形象 你再看现在 这个这个令和天皇 那天内 就是那种 就是还有有点那个菩萨 那个面孔 你看见没 就是说他的国力 原来就是很强盛的 你想你看那明智天皇 一把刀 那大胡子 弱腮胡子一战 非常高大的那个人 慢慢慢慢下来 这个其实和70年代到现在 日本很像 我就我就觉得是这样 啊 结果呢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国家戏 他就硬给你变成一个家庭戏 他就变成这个东西 啊 然后那个家庭戏呢 而且还要写的如何让你 把你给搅的这个 啊 这个让你要感动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做了 你知道这个和其实和原作已经稍微已经分开了啊 对 就是感觉关注的点已经完全不一样 是的 完全不一样 你你你比如说他他他他观众特别搞笑的是 一会给你来一个什么疫情 一会给你来一个什么什么恐怖分子 我天呐 现在所有的事都全来了 对就感觉纯粹是为了收视率 在家庭职的这些内容啊 对啊 所以缺乏一个主线的精神 我我其实看电视的时候就是就这种感觉 就是说他一条主线 不知道他到底想讲什么 但你看永住的时候 其实就就感觉跟他完全不一样 是是 一向上里面就是对战争的反思 其实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 比如说他里面有提到的就是 也是讲到移民的时候 嗯 也在讲到移民 然后就在讨论到日本本身的定位 其实小松索经在这个书里面 对于日本的当时的国策是有很严重的批判 是的 就是在说日本的定位始终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欧洲国家 但是对亚太地区的周边邻国 是 就是始终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台 是的 所以小松索经他本身是非常批判的 是 但是在电视里面其实就就就完全没有表现了 是 就纯粹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商业性的交易 对 也看不到里面有有什么 怎么说我们现在就叫 就是要对战争的反思 对自己的这种国策的这种反思 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了 是 可以说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他对援助是做了这种 潜化的处理 简化很多东西他简化了 很多东西他也回避了 这个是不是说就是也和像像您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这种很多日本人可能他也不再关心政治 包括投票他也不去了 对 所以就是大家就集中在人集中在一个个 家庭一个个个人的命运这种上 是 就是现在的这个编剧就是在日本日剧的这个封线上的编剧这帮人呢 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这种阅历很多都是二次资料消费 对吧 他没有那种真实的第一第一款消费 没有 而且像小松佐金这是个非常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 很反战的 他们这些人的他们的这个骨髓里边 他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在 比如他可能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 对对 他们其实这一片地方像板神地区啊 这个地区 他实际上和在日本的东京这个地区 他实际上有一种文化对峙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在 对的 村上专属也是这样啊 对啊 他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的道理就在这 就是他有一种对权威的这种这种这种 就是就是跟你扛的这种状态 就我觉得他这个戏啊 就是对于援助来说 他完全是个减肥的 原来日本沉默这个戏就像小松佐金这个人一样 他这个人很宽 你啊 对 他那有点像什么像铺似的 哈哈 你现在好 现在这个作品变得跟杆似了 不饱满 因为日本沉默他毕竟是个经典 而且他是给日本科幻小说带来了黄金时代的就正于像起手一样的作品 对吧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峰 所以呢 被压的这帮年轻人 而我就说现在年轻人他气势不够嘛 如果你要有本事你你根本就可以脱离他嘛 你可以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啊去描写啊 这是一个不同的就是现在的日本的这种就是文艺创作者啊 就是他就包括日记包括小说家也在就是他的视野啊 因为是对于世界的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 就像年轻人不愿意投票道理是一样的 他越来越窄越来越窄 我我特别能够深刻体会到 反而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对于世界的这种这种苛求 这种看这个这个愿望要远远大于日本的年轻人 这真的是我的这个实际的感受就是这样 嗯就是按现在网络上面的说法 就是日本的年轻人躺平的更多 对对对对他早就躺平了 哈哈哈哈 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躺平的人 但是应该说还是很多人还是还是比较怎么说呢 积极向上